我自己去不同的國家去復興 去訓練人士奉 我其實某程度我是失望 但是這次也有特別的安排 為甚麼失望呢? 我是見到那裡的人的靈命真的很弱 這件事是令我很失望的 我見到他們那種學務心 就是專心歧託 都不是那麼多人做得到的 這個是令我很失望的 甚至在聖經學院裏面 那些學生有一部份就是 他的宗派是不閉上眼祈禱的 那些學生所以很難專注 很難投入 也都不是那麼渴慕聖靈的 不是那麼渴慕和神有密切關係 但是神是會做事的 我現在講一個困難 我現在講過過程很神奇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神特別安排 第一就是我們去到 第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不講地點 我不講地點 去到第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很想在那裡找一些教會 我去到那些教會的時候 看到他們都是比較軟弱的 而當時帶我們一起去那個姐妹 就帶我去一間露德會的教會 那我跟那個牧師談 那個牧師都說 他說其實那個是很禮儀的 但是那個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其實我都是有開放聖靈的 不過他找不找我是另一回事 我就把卡片給了他 然後我就在網上已經找了一些教會 我就去另一間教會 然後我就搭的士去 怎麼知道去回本來的那間 露德會的教會 隔壁那間 因為初頭有個人跟我一起去 他就說在那裡 他比較開放性 不過那天可能沒有聚會 我回來了 是那裡 我進去裡面 有人跟我聊 我拿了那個卡片 但是呢 就很奇妙 在這間露德會裡面 他下午就租了給一些黑人 是由非洲來的 那他們就很大聲敬拜 在裡面很大聲很投入 那我意思就走進去 那走進去 就見到幾個小朋友在那裡 他說你不能進去的 那而他不能進去的時候 跟著在裡面就有兩個大人出來 那麼 那兩個大人就聽我說 我說的話 跟著呢 他的反應是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一個女的傳道人 他就跟我說 他說 真是神安排你來我這裏 神特別安排 即他是非常之開放 然後呢 他進去其實是一個小聚會 小聚會 然後呢 我在裡面 他就給了一些時間給我分享 但是呢 後來我們要離開那個地區 離開地區 這個女傳道是追問了我兩次 他說 你可不可以回來跟我祈禱 給我一些訓練 所以最後結果一天 我最後回來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奇遇的 就是遇到這個女傳道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呢 在他的地區 他認識很多教會 很多教務 說我下次來 他會為我安排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很奇妙的經歷 然後呢 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另一個地方 那我不說的名字了 然後呢 就本來一路都沒有什麼 怎麼知道去到達呢 這個就是一些趣事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牧師說到這麼白的呢 就是人有三甲 站在門口呢 怎麼知道呢 這個 帶我去那個人呢 他又沒有 即是他約定那個人 但是沒有鎖匙 沒有門口入 然後就站在那裡 黑癢癢癢 真是周圍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到 洗手間的 那我在那裡 這麼急的時候呢 不夠半分鐘 就有一對夫婦出現 那這對夫婦呢 是 Swycerland 即是 瑞士 瑞 原來就讀神學 就準備侍奉神的 那結果那幾天呢 一起住呢 那他就跟我說 關於他們的地方 那些熟靈的需要 那我又為他祈禱 又跟他說關於聖靈的工作 他們又開放了 即是這個第二個人 就是呢 在這個很急的時候呢 他就出現 就帶了我進去這個 這個第二個人 那你也都見到這個 這個院長 這個聖經學院的院長 這個院長呢 是 即是 他原來他在很多地方 都做很多的工作的 那他 他有兩招 給我在那裡 這個 靈修 那他聽完我 靈靈修 他都跟那些人說 他說呢 他看到 彥牧師真是很有心 即是說 我這麼有心 那個地方的人 他自己都 即是有一種感動的心 那所以這個人呢 將來都為我 預備開路的 那這個 另一個人了 那就 然後呢 他就 即是那個 即是那個 那裡傳道呢 黑人那個呢 他就又催逼我了 於是我又 回去 準備回去 那一晚呢 又出現一個 一個 女傳道 女牧師 我都沒有問清楚 她是傳道還是牧師 原來呢 她就跟另外 她自己 兩夫婦 都是牧師 另外五對牧師 都是在 某個區域的 不同的教會 而很想聯合來侍奉 而這位的 女傳道還是牧師 看到我呢 她又很開心 那一晚呢 又跟她一起祈禱 她又 即是 她和她的女兒 都有經歷聖靈 然後呢 我就跟她說 第二天都可以安排 所以呢 其實很奇妙的 就是在我離開之前 就出現這個人物了 結果我們可以安排到一些 然後 然後我回去這個 即是 那個 非洲的女傳道那裡 她都叫了一班人來 她就跟我說 將來我可以安排 即是 這麼多的牧師 教會 開路 即是因為我很想 帶動一些復興 和訓練 旁邊 那邊 很小 很小